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叫正见解 把八万世纪法门由其基础 基础是英国原理 这是一切佛法的根基 如果不能够从英国入手 从英国学起 从英国去落术 佛法的修持是没有根基的 由英国原理推导 我们应该遵循五届式善的改则 五届式善很基础 他不是说我们明白就好了 而是必须要真正去落术 真正去持戒 真正去行神 那么 末法时期 佛告诉我们 念佛得动 所以依据佛的佛的道理 我们制定了我们现代学佛人应该修持的方法 就是应该持戒念佛 具体方面呢 我们根据现代人的情况 建议大家要吃素 要读诵地藏经 要依据礼佛大忏悔文 拜忏悔 要放生 要行善 要念阿弥陀佛 那么在有这些政见的同时 我们现代学佛人在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 往往不会用 往往呢 不能够 把佛的原理真正地用到生活工作 种种的方面 所以我们在学习佛的政见的同时 应该啊 懂得理解 慢慢地要把佛的政见 慢慢地要把佛的政见一点一点地拥有好 拥有到方方面面 学会拥有佛的政见 把佛的政见一定要慢慢落实 变成我们自己的 这才是 政见应该达到的地步 应该具备的第二种能力是精进修 我们要知道佛法呀 是修出来的 佛法呢 是佛主当年证悟以后 从心底流淌出来的 佛法和其他方法 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 是必须去实修实证 没有修持 佛法 佛法知道的再多 毫无意义 佛主当年六年苦修 毕乐日八祖师 徐云老和尚这些祖师都经过精进修的过程 没有精进修 是谈不到啊 修行成就的 那么精进修呢 在对于我们现代学佛人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念佛 在我们这里 依靠佛力加持 表现在按照理佛大畅文 百畅得到八十八佛的加持 化解冤愁 读诵地藏经 得到阿弥地藏菩萨 以及一切佛菩萨的力量 解决我们身心内在的一切恶业 坚持念出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的力量 使我们身心逐渐清净 趋向于佛制 同时呢 我们自己应该啊 遵循佛的教会 自己也应该 时时刻刻 用因果原理 观照自己 用五件事善 邀请自己 用五件事善 邀请自己 精进的方面有很多 那么对现代学佛人来说 应该将精进 指向于 念佛 指向于 修正自己的身口意 当我们基本上 自己有了正见解了 有了精进修 这两个基础 牢靠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发出菩提心了 这是我们现在 学佛人应该具备的第三种能力 菩提心 是成佛的心 是不为自己 专为别人的心 是我们 心量扩大以后 从自私自利 为自己 所见 转变为为众生考虑 为众生服务 这样的一颗心 这是我们的本心 内在的要求 它是我们修行过程中间的 必然要求 必须经历的阶段 这是我们 扩大心量 这是我们将过去 学到的佛法 我们将自己修行的境界 能力 逐渐要用 灵活 用用出去 将佛法和自己的提高的能力 逐渐用在各方面的事情上 锻炼自己 磨炼自己 成就自己 应该具备的 第四个能力 是空性界 因为现在 很多人 学佛人 发菩提心以后 为众生服务 做种种的事情 如果没有空性界 我们很可能 就在这个做事中间 会产生矛盾 产生疑惑 产生障碍 不能够将 弘法立身的事情 做得圆满 往往 做得变样 或者 中脯停止 往往做的效果不好 这个空性呢 不仅仅是理念 而且是我们修行啊 必须证悟的阶段 现在 如果我们 没有具备空性 不能修持证悟的空性 我们要了解这个空性 在做事中间 在修行中间 在学习佛法中间 用空性去对待 做事呢 要随缘而为 做事呢 不执着 那么第五个 应该具备的能力呢 是观察力 我们现在 学佛人啊 首先应该观察自己 自己 是什么状态 然后呢 去选择 适合我们的方法去修行 如果我们不能够观察我们自己 很可能选择的方法 不能够 对症下药 最后我们 修行一辈子啊 都不能够 有效 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修行中间 也应该细致的观察自己 修行啊 是不是对路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身心变化了 是不是依照佛教会我们的 慢慢的断饿了 慢慢的行善了 慢慢的身心清静了 我们知道现在 社会 有很多的 谬误 因为我们没有观察力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解决 结果呢 容易受害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 必须具备 真正的观察力 应该具备的第六种能力呢 是菩萨行 我们最熟悉的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以及 阿弥陀佛 包括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他们都啊 曾经 长期的行 长期的行菩萨道 长期的 度化众生 我们每天读诵地藏经 看到的就是地藏菩萨在行 菩萨行 是如何行菩萨道 我们首先啊 要向这些菩萨学习 要有正见解 自己一定要精进修 转变自己 使自己啊 像这些菩萨一样 具备能力 然后呢 像这些菩萨一样 发起菩提心 具足空性见 用菩萨的观察力 去观察众生 用我们学到的修到的佛法 去度化众生 这个呀 才是真正的菩萨行 不是说 我们 学了两天佛法 懂了一点佛理 我们就开始 去做菩萨行 这样做恐怕 做不圆满 没有实效 应该具备的 第七点能力 是发真愿 发愿呢 是一切佛菩萨都具备的 我们学佛往往也要发愿 对于净土行人来说 应该发出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的愿力 偶艺大师告诉我们 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全由持明之深浅 信愿是非常关键的 没有愿力 往往我们不能成就 现在念佛人很多 往生人呀 并不是很多 不能够达到 念佛 万修万人去 这么一个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这些学佛人啊 没有发出真愿 往往发出到西方的 极乐世界的愿的同时 生口意还在贪恋世间的 种种 放不下呀 世间的秘密 当我们 通过学习 通过修行 行善实践 逐渐的提高自己以后 慢慢我们深刻的理解到 唯有解脱呀 才是 唯一的路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能发出真愿了 应该具备的第八个能力 是 道解脱 佛呀 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解脱之道 所有的法门 都是指向解脱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 既然学佛 必须是为解脱而学 不能为民力而学 不能为共养而学 也不能 也不能 仅仅是为 搞佛教理论而学 一定为解脱而学 那么我们现在 依据佛 的教会 在末法时期啊 念佛得度 所以我们选择的呢 从这八万千法门里边 选择的是念佛法门 归宿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大家呀 从开始的正见解 到精进修 一直到后面啊 行菩萨道 慢慢发出菩提心 具备空性剑 完善观察力 行菩萨道 最终能够发出真怨 整个历程 大家都要牢牢记住 都是为了解脱的 我们走这条道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的 不是为了解脱的 当然我们在修行过程中间 如果你是真凶 你身心啊慢慢变化了 自自然然呀 我们会身心健康 会家庭和睦 会实业顺利 因为我们修行过程中间 自然啊 把恶业消除了 自然使福德圆满了 自然呢 使身心清净了 这些自然然就会具备的 因为我们修行过程中间 身心内在变化了 但是这些不是目的 不需要去特别在意 这是修行过程中间啊 自然就有的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一条 我们修行过程中间 目的是为了解脱 我们走这条修行之道 目的是为了真正解脱 我们在最初修行的时候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间 以及啊 在后面的种种历程中间 这八种能力应该是 同时起作用的 而前面两种正见解精进修事基础 是自己身心变化 具足能力的过程 而中间四项 菩提心空性见观察力 菩提心是在自己修行 基础具备的情况下 行菩萨道 是大宠佛法的内行 而后面两种发生愿 到解脱 是我们啊 修行的归复 是修行的变 这八项能力 是由佛经啊 佛法佛经 佛的教会 指出来的 啊 总结归纳出来的 是不离佛经的 我们看 净土圣贤录 里边那些主师 啊 一开始啊 都是自己修行 有了正见 解以后 自己精进修 具备能力以后 就做种种菩萨行 等到临终前 都能够有往生西方的真愿 自己欲知实际 念佛马上 得到解脱 而 像密勒日巴主师 虚云老和尚 那这些密宗 禅宗的这些主师 也是强的 都是一开始啊 有正见解 有经济修 是自己开悟 自己具备能力 慢慢的在动画中心 最后自己啊 能够 发愿解脱 啊 发愿成就 所以说 这 从古到今 妙想解脱 都必须具足